大家好,今天美國西岸時間2024年1月30日 現在中午12點鐘,中午12點鐘剛剛好,答到正 剛剛李家超行政長官說了23條立法基本法 香港國安法,提意見到2月底左右 現在我在國外,都找人跟我搞,怎樣可以提意見 大家如果聽到,我也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那就是,立了法之後,那個追溯期 追溯期,我最關心 就是由1997年7月1日開始,凌晨,00000開始追溯 那就是,由那一日開始,到現在為止 或者到立法之後一路,從那一路開始就沒問題了 到後面一路結尾,結尾次方 那他曾經是乾犯了,將來立法之後 所說的,任何罪行 OK,任何罪行 全部都要追究 全部要追究 由1997年7月1日,凌晨開始計算 是吧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你是一個成年人 那你就知道呢 香港回歸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呢 是吧 就不可以做一些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呢 有害的事情 是吧 當你做了這些事情呢 你都知道是不對 是吧 而根據《基本法》 其實由那一日開始 就是應該是有 應該就是有23條 是吧 雖然未立 大家應該是要知道呢 那個規矩 是吧 是吧 應該你都會理解 是吧 你一個成年人的理解能力呢 你要知道 什麼做了呢 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呢 是有害的 是吧 那既然你去做 那你的原因是什麼呢 尤其是懂法律那些呢 是吧 律師當然 是吧 或者那些司法界那些 是吧 那你 可能覺得 那些例都沒有 沒有法例去管理 是吧 你就去做那些事情出來 做那些行為 是吧 因為沒有法律 還沒有立例 是吧 但其實你根據 一個正常的邏輯來講呢 你就不應該做的 很多事情是吧 那些事情你做了就是 對國家是有害的 是吧 對國家的安全造成危險 OK 所以我就建議 由1997年 7月1日開始 就要追訴 那 刑法方面呢 就可以灼情 灼情處理的 就是 看他的案情 是吧 每一件事都不同 是吧 特事特辦公事公辦 是吧 灼情處理 就由法官 負責這些 國安法的法官呢 就有權力 可以去 去判那個刑 判那個刑 OK 那 那 就 因為呢 在這個 2020年立那個 香港 國安法呢 是吧 出來 去制住那些暴徒 是吧 制住那些暴徒 還在這裏衣衙鬆降 是吧 優災猶災現在 有些呢 還在這裏做緊事的 是吧 他就更加小心 現在他更加小心 但是他照做事 是吧 危害國家安全 是吧 那 如果我們又 1997年7月1日 開始追訴 而那個 新訂立的23條 是應該是 已經包含了現在 現在有 中央和我們 立了那個 香港國安法 是吧 都包含 那變了呢 他在 香港國安法 的追訴期 之前 干犯了的 那到時呢 就會是 等同干犯了 那就要處理他 是吧 要處理他 OK 所以呢 就 其實就 不止建議 我是強力建議 那大家 如果有聽我現在 在這裏 講的呢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是吧 你都可以 將你的建議 呢 就 加上我這個建議 是吧 加上我這個建議 就去 上程給 政府 OK 上程給政府 等 有關的人員 考慮 是吧 那另外 一件好笑的事呢 就 提議了 我提議了 可能是 搞笑的事的 就是 我也提過的 就是 那個 立法的時候呢 都可以參考一下 小紅書 小紅書 那些規矩 我都有 有個戶口的小紅書 就 叫做 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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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大家有興趣 有玩小紅書 的 有登記的 那就 捧一下牆 捧一下牆 阿敏 那麼 它呢 很多 它有規矩的 你登一些東西上去 登一些東西上去 那些規矩的內容呢 哈哈 我感覺跟 國安法差不多 有些事情 哈哈 我感覺而已 你們 你們 不妨看看 不妨看看 那你到時候 你們看了呢 就是 我當然希望 你們看我的節目 阿敏 是不是 阿敏 阿敏 那 就 阿聯酋 那個阿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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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聯酋 那個阿 是不是 文節那個文 那你 你看我 你看我的節目 或者 如果你想想 提議自己 你參考一下 參考一下 它的規矩 就是 你登你的 作品上去 它的小紅書上面 你要跟它的規矩 你不跟 那 就 不會登你的 當然 那會不會再 有什麼 乾飯 其他東西 我就不知道 哈哈 哈哈 OK 參考一下 好 多多支持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